他說 圖中兩個字是如果P跟Q OK 那因為交通管制所以不可以經過 不可以經過 好然後 他說請問你那走到A 到B的結晶有幾種 好那我先說一下 剛剛有講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用全部扣掉 經過P的 扣掉經過Q的 再加回去P且Q的 可以 可是你這樣算的話等於說要算三次 會變得比較麻煩 所以我給你最好的方法什麼方法呢 我們用暴力法 什麼叫暴力法呢 直接圖掉 譬如說他要經過P嘛對不對 我把經過P的線呢 把它塗掉就好了 好 所以不可以有誰 這條線不可以有 哇 哇 我塗掉了 好乾淨 就是要塗掉啊 就不要它啊 所以我才說你用力可袋 你用那個什麼力可袋 或力可袋把它塗掉就好了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上面呢 因為不會有 所以這邊你也把它塗掉 OK 這邊你也把它塗掉 就不會有了 哇靠 他好像本來就不存在 對啊 OK 然後Q是不是也是一樣的狀況對不對 把它塗掉 所以這邊不會有 就跟Q的相關的四條線都不會有就對了 他的前後左右 好 好 那塗掉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算了 好 那因為它走的是捷徑對不對 該講走捷徑 所以走捷徑可以怎麼辦 只能向右跟 向上而已 好 所以用的是那個 該講那種瞄點法是一樣的邏輯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先塗一對不對 因為從A到這個點嘛 只有一種可能而已 好 一直在這邊呢 也是一 然後呢 其實我如果是你的話 我先告訴你 來看這邊 我希望你們先寫是這幾個點 都是一 因為這幾個點可以先做 你先做側邊的部分 所以 這都是先寫一 因為它都只有一種可能而已 走捷徑嘛 OK 好 然後再來呢 開始做何並動作 這邊多少 這邊就是2 這邊的話是3 4 5 6 這樣就才會比較快 右邊這邊的話呢 也是一樣 如果這邊是1的話 你向上的話呢 肯定只有1 OK 好 然後 再來 這裡是3對不對 所以這邊這個點呢 3 一樣只有3而已 這裡呢 這裡有1 這裡有3 所以這裡就是4 OK 然後一直在推 3加4 這邊就是7 7加5 這邊就是12 12加6 這邊就是18 可以啦 好 再來 一直在推 這裡1 這裡1 所以這裡就是2 這裡就是3 這裡就是4 有看到嗎 2 3 4 好 再來 這裡2 這裡4 這裡就是6 9 13 把它加在一起 會不會就考基本的加法而已 好 再來 往下 這裡7 這裡4 這裡就是11 11加12 這裡就是23 23加18就是41 OK 可以啦 好 再來 那這個點呢 又遇到關鍵的點 這裡20 這裡說好 因為這個點是從它來的嘛 因為它不可不可有第二種走法 所以這裡23 這裡應該就是23種走法 好 那23再加這個前面 上面這個 這裡23 這邊呢 大概也是跟哲一一樣是 哦 這裡不會是23哦 再小心 先等一下 4 1加23的話是多少 64 這個先留著 先控著 好 這裡9 上面這個呢 就一樣是9 因為它只能往上而已 好 那9加13的話就是22 好 再來 這裡是9 這裡是23 所以這裡多少 23加9 就是32 OK 然後這裡32 這裡64 所以這裡多少 這裡就應該是96 OK 然後這裡 32這裡22 所以這裡就應該是54 好 最後就是96加54的答案 好 96加54 欸 96加54 答案就是150種 OK 這樣會啦 好